不经意间,曾经的亚洲第一大船武汉科运港大楼变身为武汉科技馆已经十多年了。 2011年,这栋武汉人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大楼的关闭宣告了长江客船运输的终结。 武汉九省通渠的名称不仅仅是陆路,空中,还有水运,只是客船进入新世纪后就彻底地被时代抛弃了。 不知有谁还记得曾经最舒适,最廉价也是最慢的交通工具——客船。 它在我小的时候是出门的首选,因为我小时候晕车,却不晕船。 当年武汉科运港最红火的时候,江汉号、东方红、江深号这些大型客船都有三四个舱位供我们选择。 三等舱是我小时候做过的最豪华的舱位了,一个船舱房间里有八个床位还有窗户。 据说二等舱只有四个床位。 头等舱在船的顶部,有浴室、电视、沙发和其他家用电器,俨然就是个双人标准间了。 在那个电视机都罕见的年代,头等舱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传说。 江汉号好像就没有头等舱,只有二等舱。 我坐的最多是四等舱,这里没有窗户,一个房间里一共十六个床位。 和硬卧火车一样,分成了上中和下铺。 夏天在里面闷热无比,空调是不存在的。 坐这档舱位的旅客基本不会待在船舱里的,都在甲板上吹风。 五等舱的床位就更多了,还有散席票最为便宜。 那次去九江庐山旅游,回武汉没有订到船票,一直等到深夜才有一艘过路的船。 那艘船客满了,只剩散席票了,无奈只有上船。 我没坐过散席,船上换票的师傅看了眼我的票。 二话没说,丢过一床草席给我后,就开始喊道,下一个。 我苦笑不已,原来散席就是给你一床席子,自己在甲板上找个位置睡觉。 下船席子还得还给客船。 这散席的价格我至今仍然记得是7.5元九江到武汉,那是1996年的夏天。 九江到武汉,客船居然要走一个晚上。 现在自驾三小时都能到庐山了。 武汉到宜昌400公里,需要两天两夜,武汉去上海就更夸张了。 武汉到上海顺风顺水也要51个小时,上海到武汉溺水则要60多个小时,整整三天三夜。 那是个没有网络的时代,人们的娱乐还停留在录像厅,纸质书和看着江水发呆的日子。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都无法想象当年在船上的那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如今的高铁飞机,一个比一个快,客船这种慢得初期的交通工具被淘汰就自然而然了。 我们好像一直在追求快,更快,还要再快些。 但是,当我知道以后再也不会有客船时,我却莫名地惆怅。 这让我想到一首歌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最近这几年,客船摇身一变成了邮轮后,再也不廉价了。 虽然一样慢,可惜我却再也做不起了。 这几年,客船摇身一变成了邮轮后,再也做不起了。